春雨贵如油 雨水洁起 万物开始复苏 春天真的到了 万物生长离不开雨水 以细词说 万物润之以风雨 所以 雨水是充满生命内涵的节气 我国有些地方 雨水节气流行着送雨水的风俗 人间认为 雨水节气是生命复苏的关键日子 人像树木一样 需要借水上水才能生存 而且认为 人在六十岁以后 需要借外力相助上水 才能获得旺盛的生命力 所以 每逢雨水节气 女儿要用寄生在老树上的柚树 炖猪蹄或炖鸡 用纱罐装好 再用红纸 红绳 封住罐口 这天 女儿由丈夫陪同回娘家 进门后 由女婿光镜地献给岳父岳母 如果是新婚女婿 岳父岳母还要回赠旅伞 希望女婿出门奔波 可以遮风挡雨 祝福女婿人生旅途顺利平安 雨水节气 有遗后塔记雨之说 驴是春秋梦春中 高右诸道 塔边水勤也 取鲤鱼置于水边 四面沉之 世卫之记 似乎他也知道感恩雨水 他补鱼后 先记后时 此举令人感动 庆出诗人孙之位 老妻并遇 射顶祭神诗曰 以便前尘义 为同塔记渔 过了雨水便是龙抬头 古时是祭祀龙神的日子 古人认为 龙是祥瑞之物 更是春风化雨的主宰 所以每年的这一天 人们都要到龙神庙过水碳 灯香祭祀龙神 祈求龙神星云不雨 保佑一年 保佑一年 五谷风灯 人们还在这一天 耍龙灯 也是情侣之意 二月二 摸龙头 一年吃喝不用愁 在古城开封 至今还保留着龙亭 摸龙头的习惯 龙亭是古时的皇家建筑 龙亭内 大大小小的龙形塑像 文刻不计其数 每逢二月二 开封市民就会一大早 赶到这里来摸龙头上香 以求一年的好运 俗话说春雨贵如油 人们带着敬畏与感恩 走在雨水里 走在冰箫雪节 万物复苏的春天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零食 词曲.....